Hello大家好,我是老麦,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频道 之前啊,有好多网友在我CPA考证的那期视频下方留言 问有关四大的职业发展问题 因为四大这个工作大家都知道啊 996经常加班,特别是做审计的 有的时候真的挺累的 大家就问呢,应该什么时候跳槽啊 或者是往哪里跳槽 还是应该一直坚持下去 还是应该回国啊等等 我感觉大家对这个话题还挺感兴趣的啊 那今天的视频呢,我就来跟大家聊一聊 聊一聊我所看到的 在四大快事事务所的职业发展和出路 笼统来说呢,我觉得应该有三大类 我呢,也会给大家举三个例子 都是我之前的同事或者是同学 他们呢,都是在四大工作或者是曾经在四大工作 那在开始正文之前呢,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呢 也欢迎大家来一个,给咱来一个素质三连啊 转发评论点赞 我和小夏呢,都非常喜欢研究各种不同的赚钱途径 那我们的视频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啊 如何赚钱,如何才能早日实现财富自由 咱们过上自由自在的日子 虽然我们这个频道还非常小啊 但也十分的感谢大家的一路支持 OK,铺垫了这么多 咱们呢,就立刻进入今天的主题 那第一类呢,很好理解啊 就是在四大一直工作的 也可以说呢,是在四大一直扛下去的 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都是这样啊 很多人毕业之后呢 就直接进入了当地的四大快师事务所 那像我们这一届啊 从2014年2015年左右入职 现在呢,大家基本上都是manager这个级别了 也就是所谓的经理级别 可以带一个小团队 然后基本属于就是junior management level 基本可以是,在项目中是可以独当一面的 这么算算,很多同学在四大已经工作了 六年多,将近七年的时间了 薪水方面呢 美国这边肯定就是十万以上了 基本上大家都奔着十五万去了 那如果十五万的年薪 纽约的话呢,拿到手的数字大概是十万美金 算是比较舒适了啊 同时,基本上该考的证书呢 都已经考下来了 大家基本上都是CPA注册会计师 所以说基本上呢 还是说有比较稳固的这么一个经济基础啊 而且呢,是有专业的会计师执照 下一步呢,就是在公司里面慢慢的往上爬了 但是这是一条非常辛苦的路啊 可以真的可以说是一点一点熬出来的 那忙记的时候 对于审计,干过审计的小伙伴都清楚啊 基本都是每年的冬天 那绝对都是996 下班啊,都是半夜了 压力还真的挺大的 那至于回不回国 能不能回国呢 这个事情其实是有机会的啊 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这边已经是经理的级别 然后平行调回了北京的office 干了两年 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变成senior manager了 也就是高级经理 那一直在四大待着的好处呢 就是这个工作非常辛苦啊 但是呢,却非常稳定 而且职业的路径呢,非常的明朗 基本上就是三年的associate 然后呢,三年的senior associate 然后就是manager了 然后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如果内部有渠道 也可以平行的调换office 而且还可以回国工作几年 在国内呢,积累一些人脉 其实这个也是挺好的 毕竟公司是非常大的啊 是全球的公司 所以调来调去呢,也相对比较方便 但还是那句话,就是辛苦 第二类呢,就是在四大干了几年之后 然后直接去了美国本地公司 相对对口的职位啊 那像纽约这边呢 80%的人都会选择大银行 或者是其他的金融公司 那比如说在四大之前干审计的同学呢 很多人都会先选择内审 这种属于就是同样的function啊 只是从外部审计变成了内审 跳槽难度呢,也相对比较低 等进了这些大公司之后呢 很多同学又自学了一些sequel 或者是其他的编程语言 然后呢,再只考了一些证书 再通过内部,公司内部的这个打探啊 抓住了机会 然后在大公司里面的内部换组 那咱们就拿我一些去银行的朋友举例啊 有的同学呢,之前是金融或者是会计的背景 就去了风控组 有的同学呢,就去了金融组 然后一步一步的呢,当上了controller 也就是咱们国内所说的财务总监 有些同学呢,可能对于数据啊 或者数据分析啊,比较感兴趣 他们呢,通过自学编程 然后去了data,就是数据方向的岗位 比如说数据分析啊,数据工程啊 当然有些人还当上了数据科学家 那有些同学呢,也可能就是本身比较喜欢审计啊 然后就一直待在内审的部门,满门升职 我个人觉得呢,这是一条相对比较稳妥 且比第一种更轻松一点的路 通过四大的这个工作几年的积累呢 然后平行跳槽啊,到了这个对口的公司类似的职位 然后再根据自己的职业兴趣进行再次的职业选择 那在工作上呢,要比第一条的路可能要轻松一点 但是啊,也是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自学 然后自己内部寻找机会 当然了,其实这么说,其实这也不是一条简单的路啊 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运气 同时啊,也是需要一些实力和人脉的 第三类呢,我认为是做出最好选择的一类啊 基本上啊,就是在四大干了两年 不管是在美国的四大,还是在国内的四大 然后跳槽,去了银行或者是基金 然后呢,反正就是去了一个金融业的公司吧 然后再干了两三年,去读了一个名校的MBA 等MBA毕业的时候 那就会有一次重新选择职业的机会 大部分人呢,都是金融的背景 所以选择去了投资相关的工作 比如说去了华尔街的大投行 做真正的investment banking 或者说去了PE,做investment associate 那从名校MBA毕业之后呢 选择投行的同学 基本上啊,在我身边来说 没有什么人是起薪低于20万美金的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啊 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四大的时候跟我是一个组的同事 挨着非常近啊 他从四大离开的时候呢 在选择上就比较谨慎 多方比较,然后跳槽 先跳槽去了一个放的 但是做的呢,也是比较中台后台的职位 干了两年之后呢 他去读了哈佛的MBA 因为是顶级的MBA,都是这种两年的项目啊 他第一年的暑假呢,就去了一个小众的PE 也就是一个私募公司去做暑期实习生 之后呢,又顺利的拿到了Return Offer 也就是全职的工作 在他毕业之后就直接回到了这间私募公司 做前台类的投资工作 毕业之后呢,工资基本上就是20万美金了啊 如果业绩比较好的话 还有一大笔年终奖 他完全用MBA改变了自己 之前四大的这个身份 那这种改变是咱们前面说的这两条路的同学 可能10年20年才能做到,才能达到的 但是这位朋友啊,用了两年的MBA就已经达到了 我个人认为呢,这是混得最好的一种啊 做出选择呢,也是最理智最聪明的 同时啊,我个人也觉得这是除了去当程序员以外 来钱最快的一条路了 不过呢,这个也是见仁见智啊 很多人都不愿意停止工作,投入两年的时间去读书 因为你去读书了嘛,那当然了就没有收入了 而且啊,MBA的学费说实话也是挺高的 如果不读名校的话,真的是不值得 但是名校一年的MBA的学费大概在10万美金左右 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压力还是挺大的 说到这里呢,不知道大家发现没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啊 就是很多大公司都是非常看重从四大里出来的人的 那四大,对于很多人来说呢 特别是读商科的同学啊 作为他们的第一份工作,还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它是一个,怎么说呢 它是一个很能磨练人的地方 反正我当年进四大之前 我是一个连邮件都不会发 电话都不敢接的小白 在四大的几年呢,在那种高压的环境下啊 真的是让我从一个什么也不会的小白快速的成长起来 现在回头看一看啊 我真的是非常感激那段日子 也非常感激四大当时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有的同学在四大里干了几年 然后在准备跳槽的时候呢 一定要特别的慎重 一定要想清楚的再选择 是否要跳槽 还是啊,咱们再留下来多干一年 因为那时候你的身份其实是特别特别值钱的 有很多种不同的可能性 机会呢也是最大的时候 一定要多看看 多找找不同的学姐学长聊聊天 多问问之前跳槽的同事 打开自己的眼界 最终啊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那今天有关四大快诗事务所的职业发展的话题呢 咱们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啊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那YouTube的网友呢 也别忘了点开小铃铛 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也欢迎留言和私信给我 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